筆記會客室 筆記會客室 個個有本事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小湯圍 今天筆記會客室很榮幸邀請到我們節目的首位來賓來跟大家見面喔 聽說他的出場非常的特別 讓我們掌聲歡迎君依哥 哎唷 嚇死我了 果然君依哥的出場真的是神出鬼沒啊 哈囉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君依 第一集君依哥跟我們分享國民跑鞋RIDER22 不知道今天君依哥要跟我們分享什麼呢 今天要跟各位大家分享的就是這一雙 美金融WAVE SKY2跑鞋的實測心得 等一下 那我想要問一下君依哥 就是你總共穿過美金融的鞋款總共有幾款啦 總共穿過比如說黃束還有WAVE RIDER系列20 2122再加上這一雙SKY2 總共就有6款美金融跑鞋 哇 那其實君依哥真的穿過很多雙耶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這一雙SKY2實際穿過之後 你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一雙WAVE SKY2跑鞋我覺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 在於它採用這個雙重中底的設計 搭配雲式波浪片 那這個中底的設計呢 讓跑者的落地的衝擊得到一種釋放 而且在每一個落地跟抬腿之際呢 還得到一種回彈的推進的力量 在步伐的行徑當中呢 彷彿帶著一種推進的動能 那我個人實際試跑的結果呢 就是疲勞的累積呢沒有那麼快 而且越跑越順暢 那另外最特別的就是在於它中足的部位 會採用這個AirHug的中足包覆科技 讓雙腳呢在跑鞋當中得到一種包覆的穩定的安全感 那我個人實際穿著跑步的這段過程 我明顯的感受到中足呢有一種被擁抱的安定感 那在這個擁抱的安全感當中呢 也讓我跑起來更加的省力 節省了許多不必要的力氣的浪費 那這雙SKY2有適合族群跟用途嗎 我覺得這款跑鞋非常適合出街跑者 用於平日的訓練或者是參加賽事 因為它的避震緩衝效果 可以給初階跑者帶來足夠的保護 那對於有經驗的進階跑者而言 也很適合用於平日的長距離訓練 它可以減緩腿部疲勞的累積 或者是用於賽事過後的恢復訓練 因為它的避震緩衝效果減少了落地的衝擊 可以讓恢復跑呢更加的輕鬆自在 好 俊一哥第二次做課筆回科室 你知道我要問最後一個問題是什麼嗎 不要問不要問不要問 來不及了 你覺得這雙SKY2 應該需要改進的地方有什麼呢 我覺得這款跑鞋其實已經很完美了 但是如果真的要指出它需要改進的地方 那就是在重量的部分 如果它能夠再減輕一點重量 更輕量那就會更好了 好 我相信美金融會聽到您的建議了 今天筆記會科室就到這邊囉 感謝俊一哥的分享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這雙SKY2的評測內容 也歡迎點連結到俊一哥寫的文章 喜歡這個單元的朋友們記得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如果想知道其他裝備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 剛才俊一哥說他穿過很多美金融的跑鞋 沒圖沒真相我不相信 沒關係我今天全部都帶來了 蛤什麼 這是剛剛介紹的WAVE SKY2 還有這雙就是最有名的黃束 這雙是Hitogami 這雙是RIDE系列的RIDE20 這雙是RIDE系列的RIDE21 這雙是RIDE系列的RIDE22 總共六款跑鞋 哇難怪 我喜歡金魚哥 總有了解美金融的跑鞋 哈哈哈哈